請問妳靠男主愛是嗎 公職性這麼高是不是 就是一個誤打誤撞 然後就欸 等一下 這個迴響也太大了吧 請問妳胸部一定要放桌上嗎 欸 我現在就放桌上了 放桌上是因為她的人太重了 請問妳是不是都靠阿妮跟志祺 好像這10萬QA開始之前呢 要跟大家說這次的問題 是在IG上面有那個問答目擊的 那因為我這次呢 想要玩刺激一點 是由我的助理來看那些問題集 來問我問題 所以呢 接下來會不會問到什麼問題 我是完全不知道啦 好 來 開始吧 第一題 請問瓶瓶瓶瓶為什麼想當Youtuber呢 哦 好 基本題 這個呢其實還蠻因緣機會的 因為一開始做製片嘛 但那時候因為遇到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沒有辦法拍片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在家經營製媒體 在家裡開播 那之後覺得 欸 Youtuber也是一個挑戰 我現在呢就是兩邊都有做 兩邊呢都要給他 挑戰成功 問 為什麼叫做 瓶瓶瓶瓶瓶呢 瓶瓶瓶瓶瓶瓶呢 這個名字的由來其實是 那時候在想 Twitch的頻道名稱 我那時候想說 嗯 瓶瓶瓶瓶瓶瓶 感覺有點太可愛 我之後就想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比較厚動一點 比較乖一點 我就想到 他想 dub 瓶瓶瓶瓶瓶瓶瓶佩 就也還蠻適合我的 所以碰碰不是我的雙胞胎妹妹 這應該蠻多人問的吧 我上圍是98 下圍是74 所以相減是24公分 24公分是G 來 下一個 再來就是有點刺激的 因為有太多人問你的理想是什麼 有太多人問說 你有沒有跟哪個youtuber有機會 所以今天我就設計一個 youtuber的理想型淘汰賽 喔這個刺激喔 淘汰是不是 接受挑戰 阿滴跟志祺 第一個就這麼難嗎 都很好啊 我能不選嗎 志祺呢在動漫上面 就是跟我的興趣愛好比較相符 那阿滴的話呢他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哥哥的感覺 選不出來了 5 2 好我選 1 不要得罪我們的理事長 我選阿滴 好 那阿滴進行 下一個是 胡子 跟健保 這就比較好選 健保拒絕過一次 打算要收編我嗎 不行啦 你太大了 沒辦法收編 胡子 我選胡子 OK 沒問題 我懂了 再來下一個是 酒man 跟丁特 很好選啊 你看酒man已經有尼亞了 我選什麼酒man 當然是特哥啊 再來是洋蔥跟阿淨 洋蔥跟阿淨 洋蔥跟阿淨喔 兩個類型也不太一樣 在我眼裡 他就是一個就是很細膩的一個人 反而會有點想要保護他 然後呢 阿淨的話呢就是會做很多美食 好 阿淨 好 阿淨 好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有四槍了 目前第一集的是 阿滴 丁特 胡子 跟阿淨 來來來 請問 阿滴跟丁特 二選一選哪一個 喔 我跟阿滴還是比較好啦 選阿滴選阿滴 那個特哥 特哥是我的恩人 在我心裡就是神的存在 阿滴進集到絕戰 下一個是 胡子 跟阿淨 要選哪一個呢 這感覺好像就只能 從那個就是 誰跟我比較好來選 因為我覺得就是 這兩個人的個性都很好嘛 不得不說 胡子跟阿淨的個性 都超級好 但是呢我就從 誰跟我比較好來選好了 好胡子 好 所以最後的決賽是 阿滴跟胡子了 所以阿滴與胡子 請問 怎麼感覺怎麼選都不對啊 好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阿滴 跟胡子相處的時候呢 真的是超級輕鬆 反正就是我覺得很朋友的感覺 然後呢阿滴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哥哥 就是會很 非常照顧人 無微不至的那種 阿滴 告出計時 阿滴 等一下 我好想一下 我好想一下 好好好 好我知道了 不要得罪我的投資人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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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阿滴 阿滴 欸欸欸欸欸 這也太累了吧 恭喜你吧 好累 也沒有得罪 也沒有得罪 大家都很好好嗎 剛剛選完男生呢 我現在來選女生 請問健保三妹 你會選哪一個呢 是在一起的那種 在一起的那種喔 沒錯 如果我是男生的話呢 品質很活潑嘛 那個層層很大膽嘛 松鼠很可愛嘛 如果我今天是男生的話 那我還不是全都要嗎 才談起個女的 我全都要 如果我是男生 以我的個性的話 我覺得如果要長久相處下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品質吧 我猜 因為品質就可能 他比較可以跟我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如果是層層的話呢 我怕我會 我的血潮會掏空 對對對 因為他真的就是你知道 又帥又辣嘛 那松鼠的話呢 真的太可愛了 如果我跟松鼠在一起的話 我大概會每天這樣抱他 然後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那如果今天你要跟 你是告白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告白 什麼告白喔 直接壁動他 我喜歡 等一下 接下來就是 其實是一些比較新疆的問題 喔 那第一個是問 喜歡你套男的還是什麼 公職性這麼高是不是 我想一下 其實做實況主 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嘛 當初呢 穿那樣子 也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穿我喜歡穿的衣服 的確是沒有想到 就是會 造成大家這麼大的 轟動 那中期的時候 的確也是有因為身材 吸引到流量 然後吸引到一些粉絲來看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是希望說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我 其他的地方 就我不是只有身材 那目前還在努力著 所以 也沒有嘴啦 就是一個誤打誤撞 然後就欸 等一下哇 這個迴響也太大了吧 這樣子 欸我現在就放桌上了 但是呢 這個我得講一下 因為我國中就發育到差不多這樣子 放桌上 是因為他真的太重了 所以我真的必須說他真的太重 他一顆一點多公斤 我之前走路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脫背 因為他蠻重的 在國中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放桌上了 真的可以減輕壓力 是認真的 好 下一題 有一點意思 喔 有點意思 請問 是不是都靠阿迪跟志祺 喔 喔 好強 我覺得呢 我很感謝阿迪跟志祺 幫我帶來很多機會 然後還有給我方向 但是我必須說 因為其實在我認識阿迪跟志祺之前 就有在做製片 所以我懂 幕後的一些企劃子情跟製作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之後又做了 直播主我比較懂的一些 就是接話啊 應對啊 或者是大眾想要看什麼東西 所以我可以很驕傲地說 我這個平民碰我這個頻道呢 還沒有讓阿迪跟志祺煩惱擔心過 接下來就是朝著 成為阿迪跟志祺的驕傲前進 下一題 喔 這個觀眾很貼心 他問說 嗯 一定身材這麼好 平常會不會受到很多性騷擾的發言呢 這個是一定會的嘛 就比如說收到什麼 什麼第一招啊 然後我是正在嚕的啊 之類的就是都有 之前如果看到太洛谷的話呢 我會直接選擇就是那個 跳過不開 那現在的話呢 就會可能就會開始用封鎖的人 因為 真的是太多人會直接 一直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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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也沒有封鎖的人 他就一直傳你 就算沒有回他沒有讀他還是會一直傳 對 那其實看到還是會覺得有點 那個不太舒服啦 但是我覺得 其實也不用太在意 對 那這種時候就是無視他 堅強的無視他 那他們就不會再翻你了 那下一個是動漫影響性 那第一個 嗯 你是覺得可以帶回家見面 動漫影響性 對 應該是守種吧 夢圈忘詞的 為什麼 喔 就比較沉穩一點 對 可能會很沉重 因為他才是動漫 沒有 他國中 他們是國中生 那你是不是有點 沒有 沒有沒有我跟你講 所種誰看就算他國中生啊 那下一個 你看了會 走逼走逼小撲亂撞的類型 應該是金嫂吧 阿瑩 因為那個很反差啊 就是平常就是可能 那個人看起來藍藍散散 認真的時候呢 就真的超級可靠 那個反差 下一個 你會想要帶去姐妹聚會的那種 像是嗎 可能公春吧 就是 對 哭語公春 對他少女們啦 公春就是 也是比較反差的類型 他平常就是很貼心 然後呢 就長得帥帥的 然後但其實他私底下也是就是 什麼人生雌精啊 看起來有點壞 可是呢其實他就是人 超級好超級貼心 眼裡只有你 那手總跟阿滴 什麼是手提 好啦我選手總 變紅皮缺了 誒 但他誤了那麼多理想想 請問 女人現在有什麼 折偶的條件嗎 基本上呢就是 要孝順嘛 就跟家人感情好 要有責任感 對我覺得責任感就是 一切 一切事情的根源 就是做事的態度啊 什麼的 都跟責任感有關係 就是可以跟我一起 為生活努力的 地板 好 下一題 女人請在訪問 自己的愛呢 兩次 想問 你從前做頻道 有什麼樣的目標嗎 目標喔 不管是做頻道還是直播 我覺得就是一個 解成就 那如果說 不管是做直播還是做YT 就是做自媒體 我的最後的人生目標呢 就是希望我的家人 可以過好一點 對 因為我們家算是 比較貧困一點的 我的最終目標是 能讓家人過好一點 現在頻道的片 都是自己剪片 拍片的嗎 應該算一半一半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有那個影像團隊嘛 所以 有時候可能是 會請我們團隊的 那個攝影師來拍 然後有時候是我自己拍 所以現在目前頻道應該是 就是一半自己剪 然後一半外包這樣子 對 那通常我剪的話 我都是先初剪完 因為我覺得就是 自己掌握初剪 對節奏上 算是幫助蠻大的 你現在在酸民 有沒有什麼樣的看到 對不對 酸民喔 其實有時候 當然也是 會有走心的時候 可是 畢竟 酸民還是 把你的東西都看過了 然後花時間在你這邊了 然後呢 再來留評論 所以再也怎麼說呢 我覺得 願意來看我的東西 其實願意花時間在我身上 我覺得還是算是蠻感謝的啦 接下來是大家很感興趣的 北歐秘密 只想問評評 北歐之旅 這麼多大咖 為什麼最後會找你回去呢 喔 這個喔 這個其實就是 那時候阿滴在找人嘛 因為北歐行呢 總共15天 而且呢 要30萬 其實算是一個很大的行程 所以阿滴那時候就有在問人 然後呢 有問到我 我那時候其實超級猶豫 因為30萬是我一半的存款啊 對 但是呢 因為那時候我的YT頻道 卡在2Y7的訂閱很久很久了 我覺得這是唯一一個突破的機會 對 所以呢 我就決定我要抓住他 對 就一籃舉籃的去了 除了剛剛提到的30萬女費之外 嗯 喔 這真的不得不說 我真的是一個 超級小資客家 就是呢 我那時候 還給自己定一個目標 就是 在北歐呢 不要花額外的錢 因為已經花30萬了 我實在是不想再花額外的錢 所以我那時候 為什麼超級冷 就是因為我 只用台灣的玉寒衣物 帶去北歐 零下的地方穿 因為我那時候 也有在拍寫登記 所以還是有買一些其他的 就是比如說服飾啊 配件之類的 就是這些加一加 應該是差不多1萬左右吧 喔 下一題 請問你在北歐的分數點 晚上分訪都跟誰睡的 我呢 很多天都是一個人睡的 那其他天我跟誰睡 去看其他人的影片 這個蛛絲馬跡 應該都抓得出來 嘿嘿嘿嘿嘿 好奇 平平的求學 跟工作的歷程是什麼 喔 建議可以去看 我跟建東的訪談這個 講了三個多小時 都在講這些歷程 平平你平時都這麼可愛 請問平平有講錯嗎 沒有 好啦 誰沒有講錯 請問女生會大便嗎 喔 不會喔 女生都不會大便的 為什麼啦 請問平平會後空翻嗎 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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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